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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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当时这个报道说有人中了这么多一亿多的财金 据这个人的老婆讲 在重庆一个家庭里 老婆说他认为他老公就是受了刺激 从知道这个消息开始 他说他老公在家里抱着一大堆废纸 废布 那一整天就在家里念叨 说这是金子 这是金子 这是金子 疯了 然后到凌晨三点 他老公 在床上抱起小儿子 从窗户扔出去 把小儿 对啊 抱起小儿子 把小儿子扔到楼下去 又要抱这个大儿子 把大儿子也给扔下去了 然后老婆就说大儿子快跑快跑 也没躲得过去 最后一酒瓶子 夯老婆脑袋上了 然后最后呢 就这父亲 疯了他父亲啊 哈哈大笑 孩子们 我跟你们去了 我跟你们去了 哗一下自己也跳下去 结果呢 都死了 哎 但这人家重裁 就关他什么事 他买了很多吗 对 他他是也欠了几千块钱的这个债 你叫赌债还是什么的 不是精神失常了 你知道吗 失常 精神失常了 现在太多人精神失常了 我我我我听他们说过 有两个在美国的华人 他们就买彩票 后来他就以为他中了 然后就打电话 把亲友把他全叫来 非常激动的 全搞定了 全搞定了 就跟他们说 他这房子车什么 全搞定 后来就一路开车去路上 路上还是他的哥哥说 我们停下来看看 再对一对吧 结果不对 有一位说不对 哎呦 有一位说不对 很久都没有缓过气了 很多都没有缓过气了 但这种东西 我想起来就以前 我小时候在香港啊 六合彩 现在在香港玩六合彩的人 没那么疯了 那以前真的很多人是想六合彩 比如说赌马 以前也是很疯的一件事 现在也好 但是现在赌球啊 但我觉得香港整个社会气氛有点不一样 我发现这种彩票的东西啊 这个社会对彩票投注那么大的经历的时候 是什么时候 就是这个社会贫富非常悬殊 而且不只是悬殊 而且普遍贫穷的年代 当大家普遍觉得自己不够钱用 都穷的时候呢 就会把希望都放在上面 而有时候呢 我觉得这个社会啊 或者这个政府啊 会利用彩卷这种机制 来让大家觉得我们社会是公平的 就起码彩卷这回事 人人平等的 然后呢 这社会其实很不平等 但是每个人呢 如果都把这个注意力放到这种 公办的赌博事业 比如说香港的赌马 我常常觉得香港的赌马 是殖民的年代 维护社会和谐的很重要的一个方法 我二十年前 所以马叫跑舞叫跳舞 我二十年前 第一次来香港的时候 我就跟你一样的感受 我当时就发现 我想中国这个将来要学这个 肯定学这个 英国人这一套 就管得真好 就读码就和谐社会了 真的 为什么 因为你知道 二十多年前我来的时候 我在想当时的中国人是什么 你的工作 你的工资 你看得到你的一生 你父亲 我父亲 他们就知道 你这一辈子会赚多少钱 你其实算都算得出来 到你退休 你能赚多少钱 你可能就是几百万 一千万 或者诸如此类 那个时候速度更少 那穷的人就永远是穷了 你有些东西 你还可以有机会转机 比方你是画家 你有幅画卖了 你是艺术家 可是那时候少接的 或者是开机床 钱工 他没有 一辈子没有希望 就我在香港发现 哎呦 这个彩票太重要了 他看到有钱的人 他心里就不那么气了 他完全可以心里想 你别看你开本事 我说不定明天也开本事了 只要我中了六颗彩吗 只要我跑马 对 就是说他把这个真实安定 社会安定的很好的方法 你刚才那个自杀的那是极端的例子 我觉得总体来说是起安定作用的 你你我上次看一个什么报纸 南方周末吧 一报道 说那个某些农村地区 就跟着香港买那个外 买外围的那种六颗彩 那还是会安定 照他的描写 我觉得是跟蝗虫一样 这村村 土地荒芜 这个人去楼空 他都变成这样了 全村人 不是 倒是有了一个 就是说啊 村增强了凝聚力 我当时看 团结 对 就这个农村人 团结紧张严肃 就是这些年以来 他这个报道讲 这些年以来本来这个农村人心离散 出去打工的呀 干嘛呀 大家也不大串门 就是说乡村过去的那种气氛呢 在淡了 但是好在有这地下流合彩 大家村民们每天吃完晚饭啊 有了一个共同的娱乐 这就近往一处死 汗往一处流 对 就就买这个嘛 不是说那个村里有个疯子吗 有个疯子 全村的女的陪他睡觉 因为这个疯子啊 有一回说中了特马 有人赚了钱 他们是不是不说 看我们三人行后面的号码吗 听过在以前我们节目后的那种数字 是是是 对有人给我写过信 莫名其妙 有时候说是看某一个什么动画片 里边每天都会发布一个这个东西 你知道他背后都是对香港法治社会的信任 我这是听李昂啊 台湾作家说啊 原来台湾很多人赌啊 他买这个东西啊 他是照着香港的号码去的 他们不信任台湾自己 他不觉得他会照码 是是是是 香港有廉政公署 所以他们觉得香港的那个法治社会 所以他们赌啊 你知道赌这个东西啊 你得要要有一个东西 相信他是对偶然因素 对 比方我们不大敢赌广东跟上海比球 我们去赌这个意大利也差一点 我们去赌英国的球 就是因为这个东西就算造码 也跟我没有关系 我们村里的几个人一起买 我们买对不对 买英超的球赛 这个东西完全在我们的控制之外 你敢买省里的比赛 你这个 所以他对法治社会的信任 所以他们就说 我都从积极方面来讲 对 应该从积极方面来讲 所以他们讲就说 地下六合彩 有的时候搞出很多灾难嘛 所以当时他们提出来就是说 那你这个合法的 比如说像这种双色彩球啊 体彩啊 什么福彩 这些个玩意儿 应该这个怎么更加让他完善 应该更加 更好玩 说这一次啊 这一个人破了记录 中了一个多亿啊 说是对这个彩票业啊 贡献很大 这个很有意义 就是是不是说更多的人可以 对 羡慕他想学他 你在美国嘛 到了如果大奖没人拿到 累积起来 累积的嘛 一个周也可以大家发疯的 而且美国特别有意思 他最后得奖的常常还是穷人 对 对一般都还是 连破车啊 子女啊 然后他们电视就曝光 对 这是你想给老百姓带来多大的希望啊 上帝也 对 这是一个小老百姓的一个希望 他觉得我们也有 否则的话 你不 你哪怕的希望是千分之一万分之一 总比完全没有要好 我跟你讲啊 就我给我可以给你看一个小小小片段 你这有一个挺有名的纪录片叫铁锡区吗 是是是铁锡区那多小 那都是老国营企业的那种 去产业工人聚居的地方 好多人下岗 但是你看看在那个地方 卖彩票的 他怎么吆喝 挺有意思 你看看 你得有点汉水 你得掏点钱 请问你啊 上没上班 什么呢 说你啊 上没有上班 我没上班 放假了 放假了 是放半年呢 还是放 那你抓点就是钱从哪来呀 总呆的 啊 接着呀 跟下岗工人聊天 放假了 从来就没有什么救世主 而且也不靠神仙皇帝 但是买彩票 您就得流点汗 所以给靠自己 就靠 这是比东方红进步 对啊 那个时候 救世主 你看大家 其实他们现在分析说 其实民间有一种 对弥勒佛的 救世的那种 潜意识的依赖 所以那当时把陕北民歌改 那个东方红 把他改到那个 就歌颂毛主席啊 这个是暗和民众的一种心理的 所以你你你仔细看 现在我们叫 井冈山叫革命的摇篮 只有延安叫革命圣地 嗯 不叫北京也不叫圣地的 西百坡也不叫圣地的 西百坡叫圣地吧 西百坡也圣地 那不圣地太多了 好像就只有延安 就是延安 圣地是宗教用语 对 你这个东西在那里产生 所以救世主这个概念是当时 所以所以你别看那个民间信仰的 进步啊 对 从来就没有什么救世主 全靠自个儿的运气 全靠自个儿的手气 对 而且还得流点汗啊 你自己去买彩票 不得费力 放假放十几年 哎 但是你说这个 真的没有 但是你说这个事啊 大家都去买彩票 活谁干 我就说 我就看那个地下六合彩 讲的就导致有些农村 就是这个问题啊 那地都不中了 对 但这个就说到刚刚我们讲 工作到底是为了是什么 你以前最经典马克思的说法 就是工作呢 是人对自己的一个创造 那么所以后来马上批判资本主义 让人异化了 就说这个工作 使得人跟人的生产资料分离了吗 对不对 就比方说 本来呢 我觉得工作是很有意义的 但现在工作就变成 从马克思的角度讲啊 工作一旦变成纯粹是为了挣钱 就已经没有意义了 就已经异化了 那还有什么别的意义 对 这个问题 这个问题我很小很小就困惑 我一直觉得 你要是画画 你要是写书 你要做电视 你在工作当中得到乐趣 你不为钱 就很自然 但是你知道世界上 还有很多工作 你是比方说你 快餐店 你看到快餐 它多快的 这个每天 对对对 你说要在这里面 这就是为了钱了 这个要是没有钱的话 你说在这里面得到一种 创造的快乐 怎么快乐 可是这样 可是这样 前几年美国有个社会学家 写了一个影响率很大的书 他谈什么东西 他说 就算马克思说的是对的 但其实资本主义里面的工作 就算你刚刚说 收快餐 这还是有意义的 意义在哪 那个社会学家 说了这么一个故事 我觉得挺好玩 他说他以前亲口访问过一个人 那个人就是一个老园丁 那么天天就是帮忙 而且不是那种搞园艺的那种园丁 就在一个小镇里头 政府 政府把它请过来 在美国这个小镇上 天天就整个镇绕着 那么洒水 除杂草 干了几十年 但你说他这个工作没意义吗 他觉得自己活得挺快活 他这一辈子 他从小在这个镇长大 每个人都认识他 他也认识每一个人 他老婆也是这个镇里头 就几千个人就天天那么混着 但他这个东西做久了之后 他觉得他得敬业乐业 我这洒水得洒到 除草得除干净 他觉得挺好 然后呢 这个社会学家追踪调查他儿子 到他儿子这一代怎么样 他辛辛苦苦的把儿子拉不大了 这儿子念书念哈佛 很好的学校 哈佛认识了老婆 认识了老婆之后 两夫妻刚结婚没多久 还回来做人 不当然不 就立刻分散到一个美国东岸 一个西岸去到处上班 然后这孩子后来还转了几份工作 他这个故事说明是 这两代人比起来 未见得比父代幸福 没错 你有没有注意到 我们老一辈人啊 像你父亲那一代的人 我们父亲那一代人 你说他干那个活 没什么意义吧 他挺诚恳的在干 对 而且他干的时候 他觉得 他觉得就是那么回事 就就得这么干 对 他就就得把它干好 他比咱踏实 对 他就就觉得这个东西 是得这么干的 没没别的事情 然后 而且 怎么来赋予 这两人肯定是大多数 怎么来赋予他意义 那是很多人一直在想 不然以前石川祥 我们讲劳动者光荣 学雷锋 这是一种意识形态 以前沈春文还写过小说 叫惠明 讲一个火夫 对不对 这个小说 他就讲一个军队里的火夫 他就一直很幸福 对 他就做得很好 他的意思就是说 人就应该这样做人 他就从头到尾 磨磨磨磨的味道 其实他是 再另换一个角度 他是炮灰 他是在军队里边 一直烧来烧去 他都被人家利用 他而且军阀 可是他就是歌颂 这么一种普通人的 劳动精神 你知道最近就在聊什么呢 有一个电视剧挺火的 叫士兵突击 这士兵突击里塑造 这一个人叫许三多 这是冯晓刚 原来那天下无贼 那傻哥 他就是最大的腕了 在那里边 但是这还挺火 我看这个士兵突击 我就觉得他其实有点 这个许三多 有点像中国的阿甘 阿甘正传 对 就是塑造这么一种 你说傻吧 是有点傻不冷灯 可是从某另一种意义看 你比如我看 有人这个写评论 就说 说这个电视剧啊 张扬的精神好 就是他鼓励这种 比较憨厚老师 好好做事 好好做人 但是呢 这个电视剧里 还体现出一个什么呢 机遇不见得属于聪明人 他认为是在 宣扬这么一种东西 对 咱们去一下广告 枪枪三人行 广告之后见 徐老师 你刚才提到 就有些工作 那这个乐趣 在哪里的问题 这个乐趣很简单 就是你以前 就算是资本主义社会 以前的资本主义社会 讲究的是生产 资本主义是靠生产来推动的 所以一个人 你是什么人 你是什么位置 你的人生意义在哪里 是看你生产什么 那就是你的工作 工作是跟生产有关的 对不对 所以一个人 比如说 我就是要开个公共汽车 他我也觉得很有意义 因为这是我生产的东西 我做的东西 而且有新教伦理 说你忠实于你的工作 你将来就是上帝选民 我靠这个来定义我自己 那么所以你们注意到 老一辈人 有时候你突然之间给他横财 他固然高兴 但他总会有点内疚 他会觉得我不值这个 你们觉得不值 什么叫不值呢 就他认为工作这个东西 我做多少 拿多少 这叫值 我没做 你给我 这叫不值 对不对 但现代我们现代人不一样在什么 我们现代人不是靠工作来定义自己 我们靠消费 我们不是看你干什么 你是什么人 而是你买什么 你就是什么人 你到哪消费 你买得起什么 你是这种人 看来我是老一代 我发现我是老一代的 惨了惨了惨了 老一代和这个 现在要不是人们讲 最近还有个电视剧叫奋斗 就拿着当话题 说什么80后90后的 说这个 我现在也感觉到 真是像你这个岁数的 这代人其实骨子里还是希望从工作中得到乐趣 说尽管我也很爱玩 但是说白了 最大的快乐是什么 能把节目做好 大家欢迎 你要是白天不做事 你晚上再玩 心里不安的 对 就是这么简单 但是你知道现在很多80后90后的 其实我觉得这都是媒体讲故事 不见得是真相 但至少有一部分 这个年轻的 他想的就是说 我我甚至说我可不可以不要挣那么多钱 甚至我可以说说 不按照父辈的那种成功 比如说父辈可能希望自己这个儿子 你你既然做了杂志 你应该做懂做主编 你不但是他可以放弃 他不要 他说我在这 你这就是打个工 然后呢 我甚至呢 我还不结婚 对吧 我也不承担那个买房子买车 甚至他可能就跑到 跑到外国去 我我我我住俩月 我背包客住在青年旅社 可能现在很多年轻人就想 工作都是阶段性的 在你这干一阵 就不干了 实在不行怎么办 实在不行 我还可以啃老呢 对吗 我还可以回家 靠靠靠家里人 最后一条不对 前面都很值得鼓励 我也 只要你是智力更生的话 你爱怎么生活都可以怎么生活 你可以不做主编 你可以自己活得自在 但是你到最后把账算在别人身上 那就出问题了 所以我觉得我还是相信一条 就是说像股票这种东西 只能是味精 只能是鱼干油 它不能当主食 主食一个社会 你现在看 你成熟的社会 大家还是要靠工作 就是大部分的人 还得把自己的一生 你的主要的收入 算在你的工作上 但是啊 你靠工作 现在要是一个时期 大家都觉得工作是没有用的 靠其他东西 我现在觉得这个社会已经没办法了 就是比如说什么职业 人家讲了 就说这个职业焦虑 其实就是身份焦虑 对 对吧 就是说我在社会上 我什么身份的人呢 你好比说大学教授 一般认为 这是我们觉得形象还不错 对吧 可是要挣不着钱呢 这大学教授也觉得自己吃亏 也觉得也得出去走学去 而且就说你没法老老实实干你的活 那是因为转型期啊 对于很多工作没有配的足够 没有给大学教师 你香港大学教师就不会这样 哪老去开会拿钱呢 不过刚刚你说这个情况 我觉得正好说是一个转型 什么样的转型呢 就我们现在所谓的大陆的这种职业焦虑 就是因为以前你是从工作 获得自己的身份定义 比如说我做大学教授 很受尊重 觉得自己是 以前是靠命工作 对那就很好 谢谢